人確實有做錯的事情 在很多處理感情上面 沒有那麼的謹慎 也不能說自己絕對沒有錯 那不可能的 你如果沒有錯 別人為什麼會神奇 曾經或許造成別人的不愉快 OK 那當然 當然我覺得這感情的一個過程 但我們也曾經彼此造得 彼此有一些愉快的經驗 但我沒有說誰 因為我真的也不知道是誰爆料 所以我也不知道誰是誰 很多人說你要不要道歉 我說好 可以道歉 有錯當然要道歉 如果有錯的話 但重點是我們要知道對象是誰 沒有人要告訴我是對象 他說要保護什麼當事人 我也是當事人 那為什麼大家不保護我 假設這個人 他真的需要你的道歉的話 那他大可以來找我說 我覺得你簽我的一個道歉 但是他選擇的方式 並不是這樣子 然後我想他可能他的用意 也不在這裡 所以當時是有劈腿的狀況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個一個 旁白哥報 新手爸爸廖柯一 手談劈腿醜聞 我也是當事人怎麼不保護我 我是廖柯一 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是一個陌生的臉孔 那謝謝金融獎的評審 給我的肯定與鼓勵 是拿走兩座金鐘行腳節目主持人獎的廖柯一 溫文優雅 A粉絲不少 去年底二婚娶了主播秦琳謙 至此同時 卻被連環報要朋友也不少 A小姐控訴 廖柯一稱他老婆也承諾今年年底結婚 還有生子計畫 B小姐自稱從3月跟他交往到9月 已經為他多胎兩次 現在又有一名S小姐跳出來說 在今年5月跟廖柯一交往10月分手 光這三位女子交往時間點就完全重疊 加上之前還有前電視台主管受訪說 廖柯一離婚前就開始追求他也確實有交往 C小姐是臉書上認識雙方訊息曖昧 至於B小姐則是密切來往多年 也曾傳過私密照 片面之詞 好 很多東西不是真的 什麼懷雙胞胎 墮胎 那這個也是子虛無有的 好消息是他沒有被擊敗 今年有新兒子問世還宣布要開新節目 必要先回渣男疑雲這題 人確實有做錯的事情 在很多處理感情上面 沒有那麼的謹慎 好 也不能說自己絕對沒有錯 那不可能的 你如果沒有錯 別人為什麼會神奇 我覺得談感情就是這樣子 兩個人相愛的時候 純粹就是享受愛人跟被愛的過程 當你兩個人不再相愛的時候 彼此就彼此覺得對方他是加害者 自己是受害者 曾經或許造成別人的不愉快 OK 那當然 當然我覺得這感情的一個過程 但我們也曾經彼此造著 彼此有一些愉快的經驗 當然我沒有說誰 因為我真的也不知道是誰爆料 所以我也不知道誰是誰 很多人說你要不要道歉 我說好 可以道歉 有錯當然要道歉 如果有錯的話 但重點是我們要知道對象是誰 沒有人要告訴我是對象 他說要保護什麼當序人 我也是當序人 那為什麼大家不保護我 假設這個人他真的需要你的道歉的話 那他大可以來找我說 我覺得你簽我的一個道歉 但是他選擇的方式並不是這樣子 然後我想他可能他的用意也不在這裡 路嘛 有多遠走多遠 沒有人這麼幸運 就是會讓每個人都瞭解你 所以當時是有批准的情況嗎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個一個 我那時候在第一時間已經有去檢討 檢討的時候後來我就說 很多東西是因為自己處理不到 沒有很果斷 甚至有些人他已經消失一陣子 然後後來又跑出來 那消失那陣子我當然會理所當然 覺得說其實已經結束了 我覺得還好耶 我也沒有覺得什麼特別受委屈 我就說大家現在言論自由 莫名其妙就是來留言 留一留然後來留言 然後你就回去解釋一下 然後就出現在媒體上面 對 我就發覺 所以我也不敢去留什麼言給別人 因為覺得好像大家動機都怪怪的 離婚之後我自己也去思考 也希望自己有自己的家庭 所以那個時候當然我們會去選擇的對象 會比較是可以共組家庭的 對 所以一個過去的地方 你幹嘛就都知道 其實我覺得也沒什麼太多的過去的記憶 我曾經當然結過婚 我也離過婚 也嘗試過幾段的感情 其實就是這樣子 三立娛樂新聞很豐富了 其實報導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